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甚者网购催泪文案 假病例 借其骗捐敛财 剧情反转后成了一场场消费善良的闹剧 当下平台审核与监管成了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舆论认为应该对信息公开道假的筹款者进行严惩 同时各众筹平台应该对募捐信息的真实性承担审核责任 5月8号 民政部回应称 个人求助不属于慈善募捐 但由于影响到慈善领域秩序规范 民政部将引导平台修订自律公约 如果说德云社都穷到这个程度了 我觉得这应该众筹的是德云社而不是他 你能不能给我两块钱坐车 难道因为他是比尔盖茨 你就说他不能伸这个手吗 将来万一有人真的用钱 可能真的就没人卷了 众筹平台审核门槛是否过低 感谢人路骚躲 大家重置层层 一下把他的背景骚躲来了 我们只能靠人工去到一线去 实力了解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连自己都不清楚这些信息 是否是真实的 你就给他推给大众 这就是不负责任 你能保证你爱人跟你说的话真实性吗 我们任何一个人 怎么可能去为别人负最终的责任 一虎一息的NPK 网络众筹能否走出信任困局 一虎一息谈 大家好 全球的华人你好 欢迎收看由格力电视为你独家赞助的一虎一谈 你是不是经常收到这样的短信 在你的网络社交媒体上 请你救救我的孩子吧 他得了白血病 非常需要这份急用 请你救救我的爸爸吧 他突然生病了重病 所以全家靠他一样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现在在网络的众筹平台上出现了这样的讯息 他引起了网络的大家的踏法 名人就不应该在众筹网络出现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键点的新闻 如果在画面上看到 就德音社的演员 那就是33岁的吴赫成 他呢 4月8号的时候呢 他突发的脑溢血 然后呢 住院5月1号 他的家人在水滴筹平台发起了上限100万的筹款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时间倒回到5月1号 你看到这样的短信息 你的反应会是什么 财量直接告诉我 我就不太相信 不相信 因为德音社的演员收入比较高 我觉得首先要看他发布的信息的时候 是否真的需要这个求助这样的一个资金 是不是真的是很急用 这才是关键的所在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身份 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 如果说德音社都穷到这个程度了 我觉得应该众筹的是德音社 而不是他 我认为这是他的权利 至于说我捐还是不捐 可能会在我的牌序里面去选择 所以这是个自由的 对不对 在网路众筹的部分 人人都可以进来 这一开始马上有一个人举赞成牌 在画面上 该跟这位举赞成牌的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嘉宾 热烈掌声来 欢迎您是轻松筹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余亮 掌声关系余亮 余亮 你今天就是搞这个网路众筹的 对不对 你是最早的 在内地最早的搞这样的众筹平台 如果你当时看到这样的讯息 他这个讯息是找你 放在你这个平台 你会怎么反应的 我们平台应该也会通过 他的这个筹款审核 因为我们觉得个人救助 主要是判断他的医疗情况 但是有一点我要强调 等一下 你要看到这种情况 你是不管任何人的 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不限 不管你背景 不管你是什么角色 对对对 但是我们会有两点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第一点 我们不会 他是脑浴血 我们不会因为他脑浴血 让他筹款一百万 这个绝对不应该出现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因为每一个 判断出来了 判断他的医疗费用的合理性 这是平台要担的责任 这是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是 对于像他已经 你能看到他是一个 德云社这样的算是名人 那我觉得这需要 你做一个背景调查 是这样子吗 你第一时间 你就会这样考量 如果是名人 我们会做这样考量的 但如果是普通人 非不知道的名人 那么我们是让他资金 自行公示他的资产情况的 来我们先回到这边 那到底当事人怎么说的呢 在画面上 问题整理出来 吴贺诚的妻子的就回应说 我不懂规则 我错填了一百万的平台上线 我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这也是引起很大矛盾的一点 就是 其实使过平台的 青春筹平台 或者其他平台的人 实际上是知道 这个地方提示的很清楚 是你要填写你的筹款的目标金额 而一百万上线 实际上是公约规定的 一个内部规定 在用户实际上他并不知道 这个一百万就是上线 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这件事情 引起公众的 我觉得质疑一个争议 这个最大争议点 难道这里头含有什么讯息呢 财量 我们讲慈善救机不救贫 你像社会填一百万的时候 你要想到 我要用这个钱来解决什么 现在我们慈善 我们往里面投钱 是救他的鸡救命 而不是为了你填一百万去救贫 你讲我这有困难 那有困难 有困难找民政局去 你就不应该来众筹 众筹是救命的钱 众筹是救命的钱 但是可能就像他讲 他真的不懂规则 他可能真的是病急了 慌了 他不了解 构成一百万的时候 他最后我看到了他的回答 他构成一百万 就把各项开支都填进去了 连秦保姆的钱都填进去了 他把他的车不能开车 我打又不能打低 我打低也要钱 他都填进去了 这就不对了 但我觉得所有这些 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讨论的 纠结在这的 是的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他很容易 他自己的权利 他只要提供了真实 哪怕说 我就是一个千万富翁 但是我明天已经说了 我是千万富翁 你捐还是不捐 只要我说的信息是对的 那就不是欺骗 吴贺诚的气质讲说 我筹款是我私人行为 像刚刚两位这边讲了 你这种都是完全 我没有强迫你要的 这是我私人行为 可是你们就把他 非非要遣到德云社上 他说不要牵扯到德云社 还有牵扯到他事务郭德纲 其实你这个是 你是没有办法来摆脱的 其实他在算这个的东西 他很清楚 他算了他的各种账 他加到一起了 然后他填了个一百万 你要说你不懂规则 他懂得很 算的账算得清楚得很 所以这一点上 大家要考虑的是 你是不是真实的反映了 你真实的状况 要费只有七万 是他自己说的 那么现在你这一百万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 那已经是发财致富了 身份是必须考虑的 我们是否已经分发到现在 富的富穷的穷 你这个德云社演员 大家心目当中 这几年风生水起 输入度很高的人 德云社可能这个 所谓的名气比较大 但是他里面演员 可能还有收入不同的等级 我们不能用一个 统一的标准 去要求所有的人 回到任何一个企业去 比较一下 德云社他的演制员 比其他的单位 就包括我们富旺卫视的 那个演制员员 他受了度高 你这个人群当中 你来 来水平人要钱 你刚用了一个词 收入都很高的人 但是接下来 习近特别强调观念 就是说我的重点是 我的讯息是清楚的 我的讯息是没有骗你的 那么也就是呼应了 吴贺诚 他太太的最后一句话 纵权本来就是自怨原则的 我哪有来骗人 你认同 习近这样看法的举赞成 相反的反对 三二一 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你想强烈表达你意见的 请举高一点 来 请说 这个众筹的 他利用的是公众的一种同情心 这个讯息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你不能接受的在哪里 我感觉受到了欺骗 你感觉受到了欺骗 旁边的马上回应了 来请说 你也是一样的吗 对 我觉得他就是利用我公众的这种 就是说是善意 然后是为自己去磨取一些钱财 如果这份善意不断被透支的话 那么可能他会对 他哪个地方让你感觉到他在骗你 是哪一个环境 因为他是德云社 因为我自己的话 也经常去德云社看节目 在我印象中 他最低票价 没有低于过800的 而且在场的很多人买的都是 一两千的票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他常常爆满 在这么一个效益 这么好的一个单位的话 我觉得他整体的 就平均收入是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而且德云社内部 肯定也会筹钱 因此我觉得内部问题 内部就可以消化 而且公众的话 他筹款100万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 他是不是原本填了200万 但因为上线是100万 所以他不得不修改为这个100万 好 谢谢 来 来 西京要做补充请讲 对 其实 刚才那个有的人在说呢 欺骗了你的同情心 或者说利用 那这时候其实你要看一下 你认为是你被骗了什么 比如说 他的信息全部是真实的 你认为你没有必要捐 那你可以选择不捐啊 所以你并没有受到欺骗 只有他给了你误导信息的时候 你才可以说他骗了我 但是接下来一个关键就是说 大家在画面上看到了 这也是网路上爆料的 也不知道真真假假 但后来大家就说 说他北京有两套的房产 四家车 那他太太用的还是售价5000的 这个高端的手机 是不是这些的细节的描述 刺激到大家 就是说你家有余粮 再怎么样也不应该走上网路众筹的这个途径 我跟你说 我关心这个事 后来我为什么对这个吴贺诚的爱人 回应的错误呢 他的第五点 众筹本来就是自愿原则 弹劾骗人 这个话就是个并据 所有骗子受骗的人都是自愿的 不是自愿不是被抢劫了吗 对吧 他用这个理由来推翻 讲你众筹你愿意投了 我就不是骗人 这个话不对的 我相信你平台 但你平台如果实质的情况下 像这样的情况下 你让他一百万爆出来了 大家都相信 这个人一定是遭受了天灾 这个人想起来吧 如果他不是德云社这个关系 我产生了怀疑 我就也会按了 反正人家讲救命的 救人一命圣灶七七佛图 我干嘛不赚一百块钱 对我来讲不是很重要 所以你的关键还是在德云社这个招牌上 招牌上 我就发现不对 德云社那么好的效益 怎么会救命的钱没有呢 那是不是这样可以推演 就是如果说你像所谓的 社会某些的名人 他们这些名人 如果家里真的遭出 什么样的情况 通通都不应该在 网络众筹的呢 他这种情况下 是心理法 像德云社的这种演员 他就不会穿救命的钱 我们讲的是救命 对吧 他去医院老一选 就刚才讲 七万块钱的医药费 不多啊 你除以百万 你干嘛呢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其实这个案例没有被判定为 是一个骗捐行为 对不对 平台目前是公布的这个 声明是说 这笔资金 是在由第三方托管机构 在管理 如果后续 现在还没有动 对不对 没有动 现在还没有动 这15万 对 如果后续需要治疗的话 平台会直接对给 这个医院的账户 对供账户 如果还有后续的 这样的一个资金 会退给这个捐赠人 所以这个案例本身 但是这个到现在为止 平台没有说 如果你后悔了 这个钱可以退回来 可以 他刚才这个话 讲的不对的 他是不是骗人 我们大家都 很多人都认为 上道书骗了 这里讲的骗人 你没有认定 为是个骗子 他分多种层次 有道德上的 对吧 他信息不对 这样骗了你 有道德构成犯罪的 那是个诈骗的 对吧 这不种层次 他现在讲的情况 就是不是救命的钱 他讲是救命钱 就骗取了大家的善心 那些投钱的人 现在后悔 都认为自己受骗了 这是客观情况 其实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呢 是谁来判断 这个钱的需求 是当他自己认为 我有必要去求助的时候 我就可以伸出手 还是说呢 由社会来决定 或者说我需要 让专家去评判 或者说呢 要有平台 来做一个客观的评判 其实就像我们说 比如说哪怕是比尔盖茨 他到街上 他发现自己没带钱 难道他不能伸手跟你说 你能不能给我两块钱坐车 难道因为他是比尔盖茨 你就说他不能伸这个手吗 当他认为他需要的时候 这是不是一个理由 来等一下 有没有人真的 今天在现场当中 你就曾经是在网路上 你真的又急需 你请别人帮忙 你求助过的 哪一位 来 来 这边 有吗 你能够理解 现在 吴赫诚他老婆的心情吗 当然可以 因为我那个 我是甲状腺癌和宫颈癌的一个 两种癌的一个患者 因为当时我的家庭呢 只是我老公 还有两个孩子 当时的家庭情况实在是非常非常艰难 因为做手术和放化疗的那个费用相当的高 当时的水利筹给我捐了大约 大约有四万八九吧 当时那个钱也许对那个就是普通 就是正常家庭来说 你那时候需要多少 我当时需要应该是救助的是二十万 因为当时我那个家里边 因为就是第一次我做公解癌手术之后 已经花费的差不多了 隔了一年半之后 我又查出这个甲状腺癌 查出这个甲状腺癌之后呢 反正是真的有点负担不起 实在是有点负担不起的情况下 在所有我和我的那个家人 亲戚朋友都借的也差不多了 实在也没法张嘴的情况下 然后发起的这个水利筹 我当时发起的水利筹 还有我的亲戚朋友给捐的 虽然不多 但是十分的对于我来说 十分的管用 真的是 然后还有世界 就是那个就是各界人士吧 那些好心都在帮助我 都在给我捐款 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捐款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十分的感动 我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爱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吴贺诚 他的妻子 他的心情 你觉得他应该跟你是一样 他实在是走投无路 才想这样子的 我感觉是这样 因为我当时是在绝境中 遇到的这个水利筹 我觉得我是受益者 你是受益者 但相对的 人家会 刚刚这边有讲说 他是德云社的 他现在是德云社的 应该会有更多的资源 不应该来抢占这样的公众的一些资源 你会这样想吗 就是这个 当一个人 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下子 忽然一下子病了之后 他真的那种 就是他 六神无助 对 他真的是那种无助 他根本就想不到说 我还有我的资产呀什么的 我感觉应该是 一下子就感觉特别的无助 应该是有好 有好多的人就是 愿意帮助他 就是一块钱 哪怕一块钱 他也心里边是 应该是心存感激的那种 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谢谢来前面的这位 前面这位也是吗 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也是吗 也曾经在网络众筹当中 受惠于大家的帮忙 就是家里边有老人生病 然后当时正在住院嘛 然后我就在新浪微博上 就是发起了求助 你是第一时间的时候 就在新浪微博发起的嘛 第一时间嘛 没有想到别的管道吗 没有 当时没有想到别的渠道 你那时候需要多少钱 也就是五六万吧 五六万 后来呢 有多少的这个善款进来 有一千多块钱嘛 嗯 对 一千多块钱 就是后有然后都还给大家了 你都还给大家了 重点是你都还给大家了 你会那时候是告诉自己 想说我如果有本事 我度过了 我就要还给大家 对对对 那你怎么看待 现在德云社的这个演员 众筹百万所引发的争议 你自己的心情怎么想的 我心里就觉得 反正有 只要有人发起众筹 我认为啊 他肯定就是 确实是特别着急 哪怕他说有房有车 但是他可能就在医院那时候 火急火燎 就需要现在赶紧打钱过去 心情是特别着急 心情是特别着急 等一下 但你们这两位当时在申请的过程当中 会有很详实的调查你们的背景 跟你们的情况吗 是不是这个平台会很完整的了解一下 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情 有这样的过程吗 等一下 休息片给回到现场 另外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给的行列 待会见 他只需要十万块钱 他筹了一百万 剩下的那部分 怎么处理 自己的财力 能够治病的人 那么包装成 弱势群体 虽然有时候 有欺骗 也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平台可以尽到一些 努力去核实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核实 淘宝上会有很多这种 带开证明和这个 你这边没有吗 你平台没有吗 一胡锡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胡一千来的现场 又有两位嘉宾 加入我们PK行列 在左手篇 他曾经服务国家的慈善机构 二十多年 是北京远网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 傅毅然 掌声欢迎毅然兄 右手边这位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刘俊海 掌声欢迎俊海兄 一开始 当我们在看到 现在社会上上下下 很多人关注这个热明话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忙碌的 有点我们却忽略了 俊海 你觉得观察点在哪里 互联网再大 也大不过法网 虽然在网上募捐 但是实际上 捐款人和募捐之间 存在着赠与合同关系 既然是赠与合同 就得弘扬契纪约精神 契约自由 契约公平 契约严守 问题在于 信息披露 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实话只说一半 等于撒谎 吴赫尘的爱人 他的错不仅仅在于 错填了一百万的上限 更重要在于 他没有及时的 完整的 准确的 公平的 有效的 披露 他们家的 所有的 家庭资产 你刚刚讲的关键点 所谓及时的很重要 对不对 其实后来有许多的信息 其实都已经提供了 但是没有在第一时间 掌握到 大家就会产生一种 不信感 会怀疑感 问题 恰恰出在这 因为很多网友进行人肉之后搜索出来 那么吴赫尘的夫人才做进一步的解释 我就想为什么咱不能主动披露呢 这还自己一个清白 还广大公众一个明白 我认为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啊 可能就像当年的这个彭宇案一样 老年人倒了 没人服了 将来万一有人真的用钱 可能真的就没人卷了 依然你的担心是什么呢 你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 是不是就是他没有及时披露他整个的家庭财产 我想问的 名人是不是都是有钱人 如果说他不是有钱人 他是否可以在网上开展莫捐 那对吴克成 我了解了一下 他月薪只有六千块 然后呢 他的两个房子也不是他的 一个是他爷爷的 一个是他父母的 而且都是公租房 不能交易 不能买卖 然后他这样的人 是否给我们的一个快递小哥的收入差不多 尤其还没有快递小哥的收入那么高 他是否可以在网上去寻求自救呢 第二呢 我觉得说国家法律已经明确了 个人救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不管我拥有多少财产 我们大家有义务 也有责任去奉献爱心 但是我们今天面临一个公众的信任危机是 就怕有钱人本来有能力 自己通过医保或者自己的财力能够治病的人 那么包装成弱势群体 那么这是大家情难以看的地方 好 回到这边 你刚用了 你看包装成 对不对 包装他怎么包装成呢 那我们在画面上来看看 所谓的捐款产业列 这里头当中 余亮你直接来清楚的回答 有没有求助文案编写 真的很多人在网上说 这个筹款文案的病例 你可能文笔不好 我直接来帮你忙 这是事实吧 这个是现在淘宝上会有很多这种代开证明和这个 你这边没有吗 你平台没有吗 我们平台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患者去修载文案 但是不收任何费用 而他们这个属于贩卖 这其实是现在最严重的一个 你自己在业界 你觉得这个情况也严重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况且这些超级写手 这些专业的写手写完之后 很容易打动过身人 对 而且他们提供了这种假的这种证明材料 伪造病例 事实上到你这边 你也没办法分辨吧 对 我们现在在审核这个病例的时候 发了很多人力和这个 多少人力能够呢 每个重点医院 三甲医院 还有肿瘤医院 儿童医院 都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去实地考察这些病例 我坦白讲 你看现在网络上一大堆需要求助的 你到底有多少的人力 能够一个一个来面对呢 我们现在整个平台的人力 实际上是无法覆盖到每一个救助人的 但是我们只能说 通过尽可能的 因为筹款它是有个周期的 就是它在有30天的筹款期 这个我们几位朋友都知道 在这个筹款周期内 我们会把它的时间拉长 再去审核 再去验证 尽可能在提款之前 把所有的这个信息都验证完 依然在这个部分的程序医院当中 你看 然后接着 它提供的伪造的病例 然后是上传患者资料 进行认证及转发 这些整个过程当中 就像刚刚余亮都自己说了 我没有办法针对所有 每一个个案来处理 是不是能够讲 你这大海捞声也不可能 每一个都能确保它的真实性 现在是这样 就是像他们提供的 这些证据的真实性 确实作为一个平台来讲 他们非常难 也没有一个 就是国家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医疗系统的信息 能够给它对集到平台上 它可以通过系统 AI智能 就可以自动识别 它这个病例是否是增加 其实节目做到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出来了 你公民 你有向社会求助 通过网络众求平台 求的求助的权利 但是我所有的专注人公众 我也有审查你 是否需要求助的权利 对 这怎么做得到呢 权利应该对等 怎么做得到 怎么样呢 还完善 现在这就是感谢网络 感谢人路稍作 大家重置成人 一下把他的背景 烧出来了 本来这应该是谁呢 网络平台该做的事 政府该做的事 我们现在缺位了 缺位就导致了 这骗子也骗成功了 使很多盛量人的那种救助 该负责救助的人 所以你不要到人路搜索来完成 这个人路搜索来完成 这个人路搜索办 某方便扮演纪委的角色 对 地下纪委的角色 这应该是两个人来做 第一 平台有义务 第二 政府有关部门 我们人是国家的 对吧 我们现在不讲管嘛 但你这个政府 为什么就不管呢 我们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太多 那天我讲的 政府现在没有一个制度 政府谁来管 他不管我怎么追究他 不理责 没有 市场会失灵 众筹平台也会失灵 但监管者不该失灵 我个认为 平台啊 应当为广大的 这些善心的公众 站好港 放好哨 把好关 为什么 第一 平台是你建的 第二 众筹规则是你写的 第三 你有大数据 第四 那么你从这个众筹当中啊 你提高了自己的社会的受尊重的程度 而且衍生其他的商业模式 都是依赖自己这个乐善好之的良好的社会形象 听到这里来讲 你接受他这样讲吗 我接受 完全 但是 但是要你承担责任 不是 责任是平台 每个平台现在花了很大力气去做这个材料审了 现在是我们对于患者的身份信息的验证 国家是有统一的平台可以去验证的 但是现在医疗信息的这个没有 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 我们只能靠现在刚才我说的 我们只能靠人工去到一线去 实力 实力 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黑产 就是这个假病例的黑产 因为这个黑产的存在 其实不光是对咱们现在众筹平台的信任度会产生影响 其实很大一部分这种黑产的 真实的更大的用途是在于 骗取国家的医保报销 所以这个黑产也是要去打击的 所以众筹平台 有众筹平台的责任 那个行政机关有行政机关的责任 但是我们现在在所有的这个责任主体之中 我觉得我们漏了最重要的责任主体 是这个求助者本身 他是应该负到最重要和最后的责任 其实所有的包括平台也好 政府也好 只能够去帮助我们 比如说在流程上面 我们可以要求一些信息 比如说要求你提供你的这个收入 包括你有没有固定产 有没有豪车等等 可以要求提供信息 但是至于信息提供的正确与否 平台可以尽到一些努力去核实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核实 就像我们说 你知道你的孩子对你 你能保证他的真实性吗 你能保证你爱人跟你说的话真实性吗 我们任何一个人怎么可能去为别人 负最终的责任 非常好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 平台上当你对你的孩子都不能信任的时候 你怎么能把那个钱拿出来 那么作为一个平台 你能够把这么多 流程 不能够真实的信息拿出来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 所以最后的责任主体 所以最后一定要有一个责任的 最终的要有这样的一个承担主体 也就是说假如你的信息有假 那么你要为此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这个已经有了 这个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这个代价是什么 公安机关逮捕了两个用这种信息 虚假信息 诈骗 诈捐的这样的案例 在福建已经判了 我们实际上从15年开始 就有一个网络举报的一个通道 就是所有参与筹款的人 和看到浏览到项目的人 他可以通过我们的筹款的通道的举报入口 去对这个项目提出他的质疑 所有被质疑的项目 我们都会冻结他的资金 就他既拿不走钱也退不出钱 然后在冻结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配合公安机关 对他的一个调查 如果他是 大家对他是误解 或者是有一些信息不对称 不构成犯罪 我们会跟他退款 或者打到医院这样来处理 所以这个关键 就是他这边扮演了 监管你募得的这个金额 不是马上就给这个求助者 没错 这个点蛮重要的 来 场下 这是你发言的机会了 请说 我曾经是那个水滴酬的受益者 然后之后我的病 就是日渐的恢复好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意向 就是我想帮助我身边 更多更多的那些患者 让他们走出这个困境 然后我就担起了 这个水滴酬的服务站长 奥妹打断一下 你是受益者 对 结果现在你也是救助者 对对对 你双重角色 你能将心比心 对对对 但直接你也很清楚 因为你在第一角色 你很清楚知道这个社会 因为这些事情 最大的问题就是信任的危机 对对对 你觉得怎么完善信任危机 我发起过 大约有200多起水滴酬吧 差不多 但是我每当发起一起的时候 我就是我 尤其是我们当地的 还有远一点的地方 我都要去亲自去看一下他 就是核实一下他 到底是不是这种情况呀 什么的 因为我得到过这份帮助 所以我感觉呢 虽然有时候 有欺骗 也许他有他的苦衷吧 补充他一点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关注一点 就是说 他的这个医疗费用的合理性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个德云社这个事件 他如果医疗费用 比如脑鱼血 其实他在10万左右 是相对合理的 也我觉得不会引起更大的争议 其实我觉得这个 余总提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一个是 他的材料的真实性 还有就是他 真正需要多少钱的帮助 怎么去核定他 比如说他要找个护工 要按摩 需要6万块钱 对 那这些开支是否要中筹 这是值得争议的事情 还有如果说 他只需要10万块钱 他筹了100万 剩下的那部分 怎么处理 是平台需要去 设定一个机制去解决 好 谢谢 来这边这位请说 在微信里边也经常遇到 这个众筹的情况 我一般来说是不捐款的 为什么呀 主要是不相信 这个我想问一下 你们轻松筹这个平台 它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用什么来赢钱 赢率钱 你给你的员工那么多人在医院 你如何给他发工资 非常棒 等一下 你刚提到关系组织 这个平台在你眼里 它到底是做公益的 还是做生意的 这两个之间会不会混淆在一块 它一下半野白脸 一下半野黑脸 休息变客 回到现场 你想一想 广告之间 待会见 众筹可能比较是用来做商业用途了 个人快速获得救助的这样一个通道 公众都有 负得救助的权利 那谁来救助 他们去找传统的实在组织 没有办法帮助这么多人 非常难 当我们去找到这个白血病患者的时候 这孩子有可能不在了 他做的这个公益 完全是服务于他的这个商业服务的 我希望你一辈子不要用到轻松筹 一呼吸谈 争论更精彩 欢迎回到一呼一席台的现场 又为嘉宾加入我们皮革糖烈烈 掌声来 欢迎来自马来西亚 他现在是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胡逸三 掌声欢迎胡逸三 这次我们讲网络众筹平台 其实世界各国也都有 这个本来是从西方的 crowdfunding开始移植到过来这边的 而中国我们这边内地 翻译叫做众筹 在港台呢 叫做大众集资 那么一三 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 事实上也有这样的众筹 它这个平台的这个含义 跟内地的是不一样的吗 也几乎一样 不过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众筹可能比较是用来做商业用途了 国公司需要一笔小钱 可是银行又不肯借给我们 那么只好众筹 来个几万块 暂时帮我渡过这难关 但是比较少用众筹这样的平台 来做有关于是医疗救助这方面的吗 用众筹平台会比较少 不过反而用这些传统媒体 不管是电视台报道 报纸上报道 帮忙筹一点款项 这个倒是有的 那这个平台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定位 它在画面上看到了 那就是北京生态大学工艺研究院的院长 王振耀先生 他也是从事慈善工艺相当多年的专家 他说这个众筹平台 你说它是公益还是生意 他说从法律性质来说 网络众筹平台是普通商业属性的互联网平台 这样的定位你能认同吗 第三 在新马来一代多数是用来这样做了 那么我唯一看到好像 比如说众筹拿来做比较另类的这些做法 可能是一方面 医疗方面可能是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本地医不了这个病了 要跑到英国美国去医了 那么旅费很高等等 这个可能它会众筹了 或者是一些刺贫的一些例子 不过也很少用这种众筹平台 通常都是一些电视台 报纸去报道说 整家人非常穷没饭吃 那么大家就捐助给 比如说那份报纸 那份电视台的户口再转交给他们 还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来进行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 就是有些人说他要去旅游 这个就不跟你说我很可怜 是说我要去旅游 然后假如你筹款给我去旅游的话 我可能到了某一个地方 我会寄一些明信卡给你等等 也有人给钱他的 这个很奇妙 对这很奇妙 但事实上现在众筹平台上来讲 这所谓的很奇妙的事情 都已经在我们内地部分算是稀松平常了 因为它有许许多多的这种花样出来 依然 这个我觉得说它这个平台 它是否就公益慈善性质 第一呢 现在是他们这些平台合法性 是得到官方认可的 第二 它本身是一家商业主体的这样一家机构 商业为主体 就是说现在我们慈善法出来以后 没有一个更好的一种方式去解决 个人快速获得救助的这样一个通道 需要借助这些大平台 有大流量的这样的平台 所以我跟民政部的领导们在沟通这件事的时候 这个时期就是绑大腿 然后呢 现在的众筹平台 应该定性为对国家救助的一种补充 也就是大家讲 公众都有负责救助的权利 那谁来救助 我认为最主要的渠道是国家 是政府 因为纳税人交了钱给国家 你国家你就解决这问题 谁会有救助义务吗 公民没有这种义务 没有 我可以捐 可以不捐 所以你们把它引导成 大家都要去捐款 不捐款就是不尊重人家的权利 这是错误的 是这样的 在众筹在中国 现在没有一个法律与民间的定义 只是社会公众的一种说法 在现在中国可以分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股权众筹 或者战券众筹平台 第二点是个人求助类的平台 第三点是慈善公开募捐平台 现在水滴筹轻松书账平台 承担两种功能 第一个是个人求助平台 第二是慈善募捐平台 我们不要把这个平台的功能 混为一谈 它承担不同的功能 在这个案例当中 它承担的是个人求助的功能 不是慈善公开募捐的功能 我刚才就是讲 个人求助你是有权利 但是呢 政治主理不能是老百姓 它只能作为政府对公民 困难救助的一种补充 但是我们从刚刚的社会当中 知道一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平台背后 它到底资金 它的运作是如何来的 你的这个公司部分 你到底怎么运营的 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定位 我们实际上确实是商业公司 那我们现在 但是做个人求助 包括刚才我们的黄老师 说的那个公益众筹 这块都是我们的一个企业责任 和企业的一个公益行为 我们是在这边是完全补贴 贴成本 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但是我们怎么去生存 企业怎么去生存发展 实际上我们背后 是有我们自己的商业逻辑的 我们目前 青松轴平台是靠 提供保险服务 以及这个医疗健康服务 来作为公司 这个收入的一个来源 这说的对了 公益的归公益 商业的归商业 上帝的归上帝 开始归开始 就跟腾讯一样 我们用腾讯的微信 打电话是免费的 但是它也有很多 增值的一些商业品种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当数据商业问题的时候 我们遵循商业法律规则 当数据到谢爱新的时候 我们除了遵循法律规则 还得追求更多的道德准则 对 把来厂下的年轻朋友 表达意见 来第一排 请 我认为不可能说 生意的归生意 公益的归公益 作为企业来说 最大的责任 就是赚取它的利润 实现它的价值 进而才尽到它的社会责任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众筹的平台 它现在是在推出 保险的项目 现代社会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数据 精准数据是更为可贵的 那么通过这个公益 我们刚刚有说到 所谓的公益 那么这个众筹平台 是获得了难能可贵的数据 这些精准的数据 是他们进行 后续业务的前提 那么说 如果说一个公司 为了它的业务 它会做市场的宣传 它会做数据的购买 那么它做的这个公益 完全是服务于 它的这个商业服务的 等一下 你就是说 他们其实很会打生意惊 对 应该说 因为有了前期 它的帮助 我们这个患者 包括这个众筹的受众人 他对于他的信任度 是非常高的 所以重点是在于 它是以商业为主体 用工益做包装 是这样吧 网路上很多出现的 这样的质疑 你面对这样的质疑 有什么看法 如果企业只是单向输出 而没有商业利益 在后面作为补充的话 那么这个工益是不长久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国外的大的基金会 像比尔盖茨这样的基金会 它最后背后 都是有很大商业投资的 它不可能 只是把钱输出 而不产生 这个商业的增值 不然它没有 持久性的这种投入 另外 我要说的一点 就是我们实际上 在做这块业务的时候 我们的工益心 是比这位女观众 实际上要强很多 因为我们是先做的 这块业务 然后再做到 16年17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商业保险 这个空缺的市场 是造成了大病救助的 最大的原因 我们才去做了商业补充 而且我们有一个口号 我希望你一辈子 不要用到轻松手 是因为我们希望 用商业保险 这种补充的方式 再配合国家的工益救助 能够把这个救助体系搭建好 而不需要更多的公众 再进行大病筹款 这个业务 无限一斤买了没有 无限一斤里面 是不是包含了这个 看病的钱 救命的钱 现在我看到一个资料讲 现在上升到大病报销 60% 对吧 其他的报不了 那40%的差 那么怎么来解决 我认为首先是应该 从家庭 亲友之间的帮助来解决 然后是相当单位要解决 只有这两种情况都不行的情况下 我走得无路了 我向社会来 这样大家才会相信你这个众筹 其实我想我们并不是 不要把商业认为是一件坏事 可以赚钱是好事 比如说他通过盈利的方式自我运营 然后可以来实现一个公益的目标 商业目标兼营 这是好事 所以对商业不要有这个负面影响 关键的是看 他的公益目标本身有没有受到侵袭 你商业可以来挣钱 但是同时你要有自己的责任 你如果连自己都不清楚 这些信息是否是真实的 你就给他推给大众 这就是不负责任 或者说如果这其中出现了一些差错 你不能够有足够的措施来挽回 或者说纠正一些差错 那你的责任依然是没有做到 公益是流量的入口 这个已经得到了成功的验证 不管轻松筹也好 水滴筹也好 他们的用户已经达到几个亿 他用流量来做转换 他用流量来做转换 相对的 就是说你从你是一个做传统慈善组织的 来看待这个新生的 所谓的众筹工艺平台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刚跟我一个数字 你说到现在为止 向你求助有多少人了 过去这四年 从14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200万 200多万人 对 200多万人 就是安利有200多万 安利有200多万人 然后筹款金额 在255个亿 如果说我讲现实问题 如果假设没有这四年这样的类似的平台 他们去找传统的慈善组织 没有办法帮助这么多人 非常难 绝对不可能 这个成绩太多了 就是我们以前在做大病救助的时候 当我们去找到这个白血病患者 我筹到一笔钱 然后呢 由村里面到镇里面 镇里面到县里面 县里面到市里面 到省里面到中央来 到我这来 我们去找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这个孩子有可能不在了 这个效率包括时间点 都比不上他这种 这个需要改革的地方 给平台啊 也扯扯秀 摇摇耳 让这出出汗 这事涉及到钱 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把钱拿出来 像魂蟹球一样 有更多人加入进来 我们要睁大眼睛来盯着你 你没有小情人吧 一呼吸谈 争论更精彩 这里要改改革的 大家讲说 那是不是政府应该来介入呢 政府介入就会让这情况更好吗 一三 你的看法 我看我听了你们说的这么多 这么大的数目 我觉得你们的公共医疗的这个体制 可能要改变一些 听起来很像是 某病人到了医院 医生看到没有钱 不肯跟他开刀 这样 我听到好像是这样 所以赶快要上去众筹 以便他可以赶快开刀 这种这样的一个体制 可能要有一点改善的一个空间 那么我很赞成 也的确这个所谓的全民 这个健保 医保等等 要尽快的去宣传 尽快的去推广 你一定要用这种保险的这种模式 来使到大家犯上重病的时候 才能够有钱去医等等 如果那个公共的医疗体系 不能够完全的覆盖 这些这样的一些病患的 这些案例等等 政府在这里边的角色是两个 一个就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来买单 第二个角色是作为公益众筹平台 如果出现市场失灵现象的时候 要挺身而出 递天行道 通过行政指导 行政监管 行人处罚等方式 激着阳青 惩恶阳善 给平台也扯扯袖 摇摇耳 让他出出汗 治治病 但是问题在这里 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来做恶事的 绝不是少数 甚至在慈善非常发达的美国 一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美国最大的筹款机构 92年 他的CEO 就是因为被人逮出来 他花了60万美元 跟他的小型人去度假 最后这个机构的 他的筹款立刻就下降了 所以在这么严格的法律惩罚体系之下 还有人来欺骗的话 那我们一定得知道 如果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不采取严格的措施 有一天 他受到的损害将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要睁大眼睛来盯着你 你们有小情人吧 对 第二个是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角色 你这个角色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筹款平台上 实际上我们压力非常大的 就是我们在审核这边的投入 实际上是原演超过了 咱们国家的慈善组织 我觉得可能所有慈善组织 加起来的 投入到审核这边的人力和物力财力 都不如可能我们这两家平台投入的多 但是实际上 压力又很大 人力又不够 为什么要一直往前走 其实我们青松核平台 当时就是做众筹 只是做单纯的众筹 虽然不是股权众筹 但是是梦想类的众筹 和农产品这样的众筹 但是我们发现 用户自然而然的使用了 我们平台去做医疗救助 那么在它第一个案例产生之后 像滚血球一样 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我们在去医院实际探访的时候 我们发现 确实是有很多人 它在医疗资金的缺口 是没有地方方向来补充的 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的商业保障 体系非常差的情况下 所以它成为一个企业 它发展出来了一个原动力 就是我们看到这么多患者 在我们公司门口 蹲在那里去求助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责任 既然我们已经做了这件事 就不能放弃 说句实话 我们当时青松核 是家投资公司投了我们 当时我们的投资公司 给我们的建议是 你们千万不要做这块业务 因为它太 是吗 它确实这样讲 它确实跟我们讲过 因为这块争议非常大 在做的过程中 实际上企业一直在亏损 那我们也是在经历了 三年的这种思考和探索之后 才发现 保险的缺失 我们应该用我们来去补 我们才找到了自己 生存的一个基础 这样才来补充 它用保险来对接 反而你会觉得 这是两全其美的方法 既可以输入到盈利 同学又可以做好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定位 从吴和尘的这个角色来说 它首先是有医保的 第二个部分 德云社是一个奢侈品的 上百上千的这样的一个 票价的一个机构 大家知道普通人 这些你的很多来筹款的人 他们可能一次机会都不可能有 来去看一下德云社的一次演出 那么德云社本身 它又有一个保障体系 后来德云社自己说 他们这点钱 14万德云社随便拿出来 就能把他的问题解决了 那么两道保险都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才给入了社会 那么这时候 对于社会的这个看起来是很容易的钱 但它实际上是最困难的 因为它最容易伤害的是大众的信任 伤害大众的信任 等一下时间的关系 还有没有要表达意见的 来就是你 请说 我觉得不管是这个水滴筹 还是咱们这个轻松筹 都是负着一个社会的责任 这点我觉得是应该涨赏的 但是在这个审核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除了刚才大家所说的那样之外 现在不是有个大数据吗 是否可以探讨一下咱们这个机构 跟医院就相关的医院的一些数据的链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就是作为患者的本身 我觉得也应该尽一下责任 珍惜社会对他的爱 比如说有车有房这些东西 当你急需的时候 一下子是换不了钱的 但是你中筹的那个时间是有长度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自己是否也应该尽一下 自己作为当事人的一个责任 是吧 我觉得要是我的话 我可以变卖很多东西来 一个一边黄一边去继续治疗 不要一定要筹到那么多钱 像别人拿到那么多钱 好 掌声鼓励 谢谢时间的关系 来最后余亮来回应一下 刚才这位阿姨的建议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说的是 我们其实想到了 用大数据的方式来做 但是实际上大数据不是凭空来的 它需要我们的医疗系统 能够打通这个数据 能够提供这样一个对接的方式 来去查询 那在财产情况上 我们还是强调 要让求助人 自己真实有效的 公示自己的资产情况 把这个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公众 让他的这个信息足够的透明 然后我们倡导的是 理性的这样的捐赠 我提一个建议 就是你们有可能会去设定一些机制 这个机制有可能让大家 不管是举报也好 或者是以表情也好 它可以去收集这些数据 同时触动了一个法门值 它就有可能终止筹款 或者远路退款 最核心的问题是 一定要记住 这事涉及到钱 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把钱拿出来 三种情况 一种商业 我来买东西 第二种 我同情别人 我愿意来捐钱 第三种 我受骗了 在三种情况下 才能把钱拿出来 那么现在你作为一个名人 你要是想求得人们的同情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 这是面对大众 当你对面对大众的时候 你既然想进入到 这个对所有网友烧烤模式的时候 你就应该不怕高温 那么你所有的信息 所有的问题 都应该公开 让众人来评说 一定记住 要有感恩 第二记住 千万不要用你的智商 去碾压所有人的智商 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非常悲惨的 这个社会 必须要建立一个自我负责 为自己负责任 没有人能够为他人负责 所以必须要让 每个信息的提供者 要意识到他的责任 并且在他 签下他字的时候 我们可以相信 你所说的是真实的 但是所有的责任 你要自我承担 而且一定要有 事后的追逞机制 众筹平台的核心使命 是血中送炭 而不是锦上天花 爱因资源是宝贵而稀缺的 所以求助者一定要记住 量虚而愁 所以我认为呢 一定要珍惜 尊重和保护 爱心人士的知情权 选择权和后悔权 从这个 我们捐责人的角度 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不要让自己的爱心被欺骗 在有的地方 你顾不到的地方 那么你靠平台 这种大数据 它有困难 涉及到公民隐私 那么作为政府 完全能够当好 巡边员 监管员 解决问题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地 去看待这个 个人救助这样的 捐款的行为 在充分了解 求助人信息的情况下 再进行捐赠 我想治标要治本 这根本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 看不到病 因为没有钱 所以不管是 公共医疗体系 全民健保 这些理念和实践 要很努力地去推行 谢谢 谢谢所有的嘉宾 谢谢今天的收看 众筹 众筹 内地翻的这个词 跟港台不一样 港台就直接翻 众人的集资 众人的募款 但是内地 我觉得翻得特别有意思 也特别的浪漫 众筹 其实它含了有 众志成成 一块来帮忙 众志成成是 咱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那么 基小散 就能成大美 什么时候 众志成成变成了 大家觉得说 我们之间 有一种不信任的墙 在堵着 许许多多 这样的案例出来之后 让大家产生了 很多的问号 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觉得需要 是一种信任 那就是像 黄色衣服 这位小姐 所展现出来的 她曾经是 求助者 而如今 当她享受 社会 众志成人 给她的爱情之后 她跳出来 站在第一线 将心比心 她不是只有 感恩之心 她把感恩付诸 为行动 感行 我想 因为有越来越多 这样的人 才能让我们知道 众志成成 它有价值所在 最重要点是 如果没有办法 解决 众仇的 泛滥问题 爱心的泛滥问题 心恨的问题 我想众仇 就变成另外两个 众仇 种下了这个社会 仇恨的种子 谢谢你的收看 下周见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